全球大頭條要先帶你一塊來關心 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 23號在東京更首相岸田文雄舉行美日峰會 會後呢兩個人共同表示 反對單方面改變東海以及南海的現狀 也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而且拜登還有表示他願意用武力保衛台灣 那麼這段話呢引發很多人的揣測 中國如果犯台的話 拜登是不是真的會出兵幫台灣呢 不過拜登也有說 美國實際上就是同意一個中國政策 但台灣還是可能會被武力攻台 攻戰啊 那麼他說如果台灣被武力侵犯的話 這樣的話會使整個區域陷入動盪 會和烏二戰爭類似 但是情況會更糟 這段話的確引人遐想 但事實上拜登前面 其實就說到他說美國對台的政策呢 完全沒有改變 也會確保現狀不會遭到片面改變 所以有白宮官員 甚至是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就在隨後滅火說 按照總統所說的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 好官員都跳出來幫忙解釋了 但實際上拜登被問到說會不會軍事介入台灣 他回答yes這段是不是不小心脫口而出的呢 有分析就有說其實拜登應該就是有備而來的 雖然他和他的官員都重申一中政策 對台海的大戰略框架沒有改變 但在戰術和手段上已經明顯做出細膩的微調 而且是有機可循的 像是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去年5月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就向拜登政府喊話 說對台如果戰略清晰的話呢 會帶來重大不利要素 這時候他們是想要戰略模糊的 接著呢在8月那時候阿富汗政府垮台 美軍進行大撤離 拜登就說如果是北約或者是日韓台 美國就會做出回應 不會跟阿富汗的情況一樣 之後來到了10月 拜登被問到說如果中國犯台 美國會不會防衛台灣呢 拜登就回說會我們對此有承諾 然後一樣在10月的時候 拜登重申說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石 再來就是11月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謝安達 就向拜登政府喊話說 會不會保衛台灣的態度不要那麼的模糊啦 之後到了11月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確實就相對沒這麼模糊了 他說如果中國動武改變台灣現狀 美國和盟邦會採取行動 其實他沒有說明說是什麼樣的行動 從這樣來看呢 專家就說美國在戰術和手段上 確實已經明顯做出細膩的微調 美國總統拜登每日高峰會上 高喊要軍事捍衛台灣 中央對美方的言論表示強烈不滿 這是拜登上任以來惡度看似承諾 美國將動用軍力保衛台灣 事隔不到一天美國國防部長這麼說 奧斯丁重申一法三公報六保證是基礎 與路透社援引白宮匿名官員的說法一致 彭博明指拜登不是失言 國關專家也認為絕非不小心脫口而出 而是台海戰略框架維持模糊 但戰術上已經明顯轉向清晰 專家認為種種改變其實有跡可循 包括從去年以來美日美韓峰會 四方安全會談 G7峰會的聯合聲明 統統都把台海安全納入其中 或是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公開提倡 讓臺灣應該加入聯合國體系 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密立 在國會中表達美軍可保衛臺灣 你會支持美國軍隊去臺灣嗎 我會向總統統統統統 美國打破戰略模糊二分法 轉為建設性清晰 專家也提醒美中臺關係 產生質變之際 不該過度解讀美國防衛承諾 而是肩負自我防衛責任 才能在美中對抗中站穩腳步 進行理解周成為報導 好 對中國的相對強硬23號 不只是拜登護臺的言論 同一天拜登也公布了新的貿易倡議 叫做印太經濟架構 似乎也是在對抗中國 我們從地圖就可以來看 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剛成立就有13個成員國 除了美國以外 我們可以看到 從東北亞的日本 韓國 再來到東南亞的菲律賓 汶萊 印尼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再到中南半島的越南 泰國 還有南亞的印度 到東邊還有大洋洲的澳洲和紐西蘭 至於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沒有被納入 而且可以從地圖上來看 似乎是很像在圍堵中國 特別是這13個成員國 大約佔全球GDP的40% 至於拜登24號在日本的行程 也有一個重頭戲 那就是要和日本、印度和澳洲元首 舉行四方對話 那麼這四個國家 似乎有意在5G和生物技術領域 強化官民合作 來對抗推動軍民融合的中國 那麼這四方對話裡面有分析說 因為印度針對烏二戰爭的態度 跟另外三國的態度沒那麼一致 所以四方對話主要就是為專注在經濟 而不是軍事抗中 好 接著大頭條 再帶來看到世界衛生大會 現在還正在日內瓦舉行 那麼立陶宛衛生部長 杜爾基斯23號在大會上發言 第一次公開呼籲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 而且希望增進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 所有平台和機制 那麼特別是因為台灣今年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努力 再度失敗了 世界衛生大會23號開議後做出決定 今年不會把台灣可否與會的議題排入議程 這代表台灣無法參加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而且中國代表還在會議中指控 台灣想加入世界衛生大會的動作 根本是政治操控 台灣連續第六度被世界衛生大會WHA 拒於門外 美國表示遺憾 英國也接在美國後面聲援台灣 被台灣跟首度在大會上為台灣發聲 但希望再度落空 世衛大會第二天台灣參與案的二對二辯論 中國聯手巴基斯坦當反方 與我國友邦史瓦蒂尼和圖阿魯成槍舍戰 中國老調重談 又搬出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要求遵循一中原則 史瓦蒂尼正反力說一反擊 不但點出台灣防疫專業表現 同時重申台灣參與案是健康議題 而非政治操作 中國盟友巴基斯坦隨即護航 唐阿魯代表緊接著為台辯護 甚至一度講到超過時間 但最後大會主席幾乎沒有播出審視討論的時間 直接接受總務委員的建議 宣布駁回我國13個友邦 提出台灣參與補充議程提案 儘管如此不止友邦為台挺身 其他友好國家挺台聲浪也逐年加大 金新聞 無落銀帶優人報導